而在今天的新春团拜当中 县长徐正蔚他也宣布了新的人事命令 原任花莲县政府环保局的局长饶中 升任花莲县政府秘书长 7号上午县长徐正蔚亲自宣布这项人事案 而农业处长吴坤如则是调任行政纪研考处长 农业处长一职则是由秘书陈淑文来接任 硬底子软实力增功夫 徐县长感性地说硬底子是历届县长 为花莲长期发展打下的良好基础 而软实力在所有县府同仁的智慧经验 结合两者成为花莲的真功夫 徐县长并在典礼中宣布 县政府信任代理秘书长 兼环保局长饶中 新政纪研考处长吴坤如 农业处长陈淑文 三项人事布达命令 大家一起共同来为他们喝彩 以及来恭喜 第一个是环保局局长饶中饶局长 兼我们的花莲县政府秘书长 请给他掌声一下 原来农业处吴坤如处长 调到习年处来当习年处处长 吴坤如处长 给他恭喜一下 另外陈淑文秘书 调升我们的农业处处长 也给他掌声一下 今天团拜由县长许正卫 副县长燕新章 带领秘书长兼环保局长饶中 带领近2000位 县补济所属一级机关同仁 拱守护道新年号 起跳新春开工 扶虎身丰运旅操 徐县长现场发送 开运福袋 福局喜堂 祝福所有同仁开工大吉 在新的一年都能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